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纳英和张柏芝的同台注定话题不断 2月5日播出的节目中 张博芝以选择最强的那一组 为由主动挑战纳英组 不出意外的引发热议 节目中张博芝还借歌词喊话纳英组 显然是事先早已选定了对手 完全不像是镜头前表象的那样 不选择纳英就只能直面周比畅 江应荣等人的无奈之选 得知被张博芝挑战的纳英 在喊话对手环节十分客气的 表示自己被战得吓不住了 但以旁两位队友的表情来看 却是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反而在得知张博芝组挑战失败之后 纳英条件反射般的跳起来大喊挑战失败 开心到模糊的表情可以说是十分真实了 比赛结束后张博芝还主动伸开双臂 向纳英球拥抱 没想到纳英竟然直接越过张博芝一把抱起了 理所当然组的其他四位成员 场面着实精彩 当然戏剧性的场面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成功换位的张博芝在第二次公演组队的时候 竟然直接提出想去纳英组 掀起了节目的又一高潮 再次被张博芝选中的纳英 在听到自己的名字之后 瞬间面露蓝色 虽然预言就止 但拒绝之意十分明显 在听到张博芝说 你可以拒绝之后 纳英也顺势表示 你先想想吧 可见节目中的两人虽然看似和气 但也并非毫无芥蒂 众所周知 张博芝、谢霆锋和王菲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事件不断理还乱 他们分分合合的三角关系 不知道占据了多少娱乐头条 而这段三角关系中 纳英作为王菲二十多年的好友 也被牵扯其中 如今他同张博芝的同台 难免略显微妙 虽然张博芝和纳英一见面 就一口一个 我超喜欢你表白拥抱 例证两人并未因为王菲和谢霆锋 而产生隔阂 但是纳英一句 我应该叫你博芝还是百芝呢 还是可以看出两人之间并不熟悉 如果说节目刚开播的时候 纳英和张博芝因为一个拥抱默契的 找到了体面的相处方式 如今纳英直接在台上越过张博芝 甚至下意识地拒绝与他同队 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真情所知呢 虽然节目播出到现在 姐姐们还是展现出一派风平浪静的好姐妹氛围 但其中的波涛汹涌也不难以窥见 不仅如此随着节目的播出 姐姐们也是凭借各自的特点引发关注 纳英和张博芝更是展现出不同的状态 其中纳英就凭借天后背后的反叉萌 成为观众的欢乐圆圈 就连忘词后喊咖跳起来 再喊一遍口号的场景 都能准确地戳中观众的笑点 如今喜剧人天赋惊醒的纳英 丝毫不见当初暴躁天后的影子 反而成为了王菲口中的娜娜傻 成功地逆转人设 反观张博芝 凭借40岁依旧能打的颜值惹人恋爱 但明明动作和口号都记不住 还要以年纪大了为理由推脱 一场表演看下来 张博芝固执地挑战纳英组的选择 只能用不解两个字来概括 就连同组的刘烨都一脸意味深长地表示 要重视自己的实力 也是说出了广大观众的心声了 不得不说 有了第一季的《填车之剑》 浪姐二的姐姐们刚一见面 就彼此刻套地上演着姐妹们的聚会 就连张博芝和纳英都能毫无芥蒂地拥抱着 但是随着赛场的拉响 主动挑战的张博芝 被纳英直接无视略过 其中不难看出姐姐们的表面的和平之下 并不缺乏对这场比赛的在意 而且30位姐姐们的奇花摆放的大舞台之上 凭借特点脱颖而出才是王岛 一味的划水 只担心不仅吃不到圈且红利 反而会被反噬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圈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